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纪委监察部网站8月10日同告称 王民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公开妄议并违反其八条 对抗组织审查 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 在干部选拔任用 企业经营等方面为他人提供便利以获得经济利益 涉嫌受贿犯罪 中央决定给予王民开除党籍 开除公职处分 收缴其违纪所得 并以送司法机关处理 资料显示 王民生于1950年 出身安徽淮南书乡世家 祖父曾是旧式军队将领 父亲王基是著名医学专家 曾任淮南市副市长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多维网报告称 王民作为当地名门之后 其祖父临终前曾留下一讯 要求子孙后代不得从政 但王民在高校任职13年后突然转入仕途 曾长期在中共前党魁江泽民的老家江苏任职 先后任江苏省副省长 江苏省委常委 苏州市委书记等 2004年 王民从江苏调往吉林 先后任省委副书记 副省长 吉林省委书记 省人大主任 2009年11月至去年5月 王民任辽宁省委书记 人大主任 今年2月 中共中央巡视组开展巡视回头看 辽宁市第一批接受巡视的四省之一 3月4号 中纪委网站公布 王民涉嫌严重违纪正接受调查 辽宁省在全国GDP增速垫底 之前 媒体曾报道 王民主政辽宁期间 辽宁省GDP增长幅度由2009年 2010年的14%降到了2011年 2012年9%左右 2014年 2015年更是分别只有5.8%和3% 与辽宁类似 东三省经济都断崖式下降 去年第一季度 王民主政下的辽宁GDP增长数据 更是以1.9%位列大陆31省区直辖市增幅之围 这一数据标志着辽宁的经济几乎陷入停摆状态 去年两会刚结束 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曾亲赴东北视察 去年4月15日 经济情势座谈会上 李克强狠批东北为官不畏 雍正 懒正 70%仍处于土地闲置状态 前趴在帐上 项目迟迟未建开工 如今王民被立案 多维网认为 其祖父的乙讯或许早有遇事 辽宁市中共江派势力长期掌控之地 李长春 周永康 薄熙来 徐才厚等江派高官 都先后盘踞在辽宁 并培植了大批的亲信 形成一个所谓的辽宁邦 包括王民和省长陈正高等人 时事政论员周晓辉表示 众所周知 辽宁市江派长期盘踞 贪污腐败严重和黑恶势力猖獗的一个大省 虽然王岐山此前已抓捕了包括政法系在内的一些高官 但顽固势力仍然存在 官官相护 阻力仍然不小 周晓辉说 有着江派江苏邦 吉林邦背景的王民 与辽宁省原省长 现任剑部部长的陈正高就是阻力之一 他们被先后调离辽宁 就是为在辽宁进一步反复铺路 他认为 如今王民被查 其问题应该出在吉林和辽宁两省 贪污受贿 滥用职权 谋举利益 甚至包养情妇 都是跑不了的 王民作为江泽民集团的要员 还因迫害法轮功被海外追查 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列为追查对象 3月8日 海外明会网报道 王民管制下的吉林 辽宁都是迫害法轮功最严重的地区 据不完全统计 王民在三省任职期间 至少有166名法轮功学员被证实迫害致死 紧吉林一帝 王民任职5年就迫害致死121人 王民还曾在马三家事件中扮演恶劣角色 2013年4月7号 亲习近平阵营的Lens视觉杂志 判发走出马三家的长篇报道 披露马三家劳教所人间地狱般的酷刑 老虎凳 电击 黑小号 赴死人床等 揭开中共劳教所黑幕的冰山一角 同时也引发巨大的谴责声浪和国际社会对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的关注 原辽宁省委书记王民 是1999年7月20日江泽民迫害法轮功以来 极力地追随江泽民的迫害政策 他先后在江苏吉林辽宁任职 在左管辖的范围之内 执法人员大规模地公开犯罪 造成了众多的法轮功学员治伤治惨治死 追查国际对王民多次通告追查 他所认知的这些地区是全国迫害最严重的地区 在强大舆论压力下 王民主政的辽宁当局宣布对马三家劳教所调查 经过十天的所谓调查 辽宁当局公开否认马三家被劳教人员遭受酷刑报道 并宣称 马三家女死劳教所多年来转化了一大批法轮功人员 同年4月27日 一部不再避讳法轮功学员在马三家遭受破坏的纪录片 小鬼头上的女人在香港首映 该纪录片透过12位劳教所亲历者回忆 讲述他们曾遭受的酷刑 包括电击、悬空挂、绑死人床、牙刷捅音道等 以事实戳穿辽宁当局诋毁媒体造假的丑刑 从江泽民掌权时期起 因前中共政法委书记周永康等人对政法委的把持 镇压法轮功而犯下的惊人罪行一直在劳教制度下被掩盖 因此围绕着劳教制度的改革问题 江派与习近平阵营一直进行拉锯战 前香港《文汇报》记者江维平指出 王民不仅在马三家事件中扮演的极其恶劣的角色 在废除劳教制度也一直与习近平公开对抗 习近平当局经过一番激烈的不意 2013年11月废除了中共劳教制度 劳教制度被指示签书所指的恶症 可以不经过任何司法程序剥夺普通公民的人身自由 很多无法想象的杀戮、酷刑都发生在劳教所 自1999年中共破坏法轮功以来 劳教所成为关押、酷刑折磨法轮功学员的主要场所 2006年 辽宁沈阳首次爆出震惊国际的苏家屯集中营 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事件 美国法轮功学员王小丹 18岁离开中国 18年后最近才得以首次和父亲王志文在中国短暂重逢 他替父亲办好了赴美签证等一切手续 但在广东出关的最后一刻王志文的护照被中共海关人员剪掉 无法出境 王志文是原中国法轮大法研究会义务协调人之一 他因为信仰曾被非法判刑16年 原本想带着父亲来美国团聚 但如今只能带回和父亲的合影 怀着满心的遗憾和不舍 王小丹夫妇回到了美国 原打算和他们一同赴美的父亲王志文 在广东出关的最后一刻 护照被编检人员剪掉 无法出境 我一直在想 就是通过正常的办理体验 小净到美国入国女儿旁边 过关的时候 在没有任何理由根据的情况下 就把他的护照给剪了 说是公安内部把他给取消的 问他们什么原因 他们说没有著名 王小丹在询问中发现 此事非常隐晦 在场的七八个边界人员 都不明就里 他们还问我说 是不是报尸过呀 或者是不是谁把取消的时候 用错了名字 所以我看海关的那些人 全都不知道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 做的是很隐晦的 我觉得因为我爸爸是大法弟子 而且他出狱了以后 两年还是坚持做大法弟子 王小丹的父亲王志文 是原中国铁刀部工程师 也是原中国法轮大法研究会 义务协调人之一 1999年7月20号 江泽民发动对法轮功的镇压 王志文在当天凌晨被非法绑架 并在99年底被非法判刑16年 被关押期间受到酷刑折磨 在国际社会的关注下 王志文2014年10月24号被释放 当时的照片显示 他面容憔悴 身形瘦弱 王小丹在父亲出狱前 就开始着手办理 接父亲来美国团聚的手续 但王志文申请护照 一度受到公安阻挠 今年1月 他顺利申请到护照 可是这次和女儿夫妇 一起办理出国手续的过程中 又一直遭到大批特务 叮烧和骚扰 王小丹带出一份王志文的手稿 披露了他出狱后的情况 包括国安在他出狱的路线上 安置了四个摄像的红外线监控器 窃听电话 两个包夹寸步不离的跟踪 以及西城分局的刘警官 乐坛派出所的副所长 王同利警官和一个孙姓警官 在7月31号找他谈话 试图阻止他出国等 但王小丹表示 父亲始终秉持着法轮大法的理念 我爸爸他的经济压力很大 但是他很平稳 因为他是大法弟子 而且我爸爸其实一直都保持得很平和 很客观的态度 就是在我很努力地想保护他的时候 他都跟我说说 不要有那种争斗心 这也是王小丹在1998年 出国留学后首次回国 扩别了18年 终于和父亲重逢 但团聚的梦想再次被打碎 让他十分心酸 而他的先生杰夫 则引首次亲眼目睹 法轮功学员和家属 在大陆的处境而震惊 它是真的很悲惨 因为在美国 我可以叫一个警察 我感觉我危险 然后他来帮我 但在中国 他们是很疯狂 我感觉到真正的状态 就是王小丹 是真正的好人 他完全不害羞 他从他生命中没有做到任何事 害到任何人 他们从上或是谁都得到任何人 他们去试图 他们去试图 或者去试图 他们去试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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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他们得不到应有的保护 在机场一别 王小丹又失去了父亲的音讯 但他说和父亲团聚是他不变的计划 而这次经历使他更决心 要把父亲的故事告诉给全世界的人 并向各国政府呼吁 请各家媒体把事情曝光 一直到把父亲救出来 我的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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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